我和麥摩著就是他就是第二篇那邊認識神完整的救恩 我就我聽那個永長弟兄他又說到說 就是當一個人他受盡以後信耶穌以後 他就會覺得說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 因為已經得到神的救恩了 好像就是要回饋什麼 就是要先把自己就是有一種自己要先有一種規範 自己先要有一種規範 然後就是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 然後等我這個好了那個好了 就是我才能去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其實在我是一開始我住進這邊指甲的時候 是欸我其實沒什麼感覺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是到大二的時候 我才被主恢復應該是這樣講 對然後那時候恢復的時候就是因為在子姊妹之夾 就是那些姊妹就是還蠻包容的 對然後就很好 然後就有時候我就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到底是就是所謂的山人生活是怎麼樣 就是欸而且我是建築系的那時候是夜店倒很多事情我都是亂七八糟這樣 然後到後來一直一直這樣到大升到大山 我就自己有些事情慢慢的就有感覺 就發現欸這事情這樣做完不太好 然後就是不是說有一種規範 就是慢慢的自己心裡會有感覺 但是我覺得那就是生命的率已經寫在我心上那 對 然後其實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曾經就是我去實習的時候 我老闆問過我一件就是那時候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後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說他就說基督徒是什麼神愛世的 然後他說那為什麼陳靜心他也可以就是赦免這樣子 因為陳靜心後來不是他也是他好像也是信基督了這樣子 然後說那陳靜心以前做過那麼多壞事 那他信基督了他就能夠完全的得到聖明 然後那時候我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Amen 來可以 那先接著分享 Amen